大家好,我是白石木马人唐大叔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一台唐大叔曾经开过的车 本期节目由白金赞助商 轻轻松松,轻轻北美代购,独家赞助播出 现在在咱们面前是一台全新的2018年到期的Dorango 市场上少有的几款7座的SUV 首先这台SUV其实是比一般我们说的fullsizeSUV还要再长一点点 所以它7座做的是非常舒服的 另外讲讲唐大叔以前有那台是个07款的老款Dorango 也是V8,非常喜欢那个车,四驱性的很好 唯一的原来那台车的问题就是油耗 V8实在是油太厉害了 16,7个油有点受不了,后来就换了 但是那台车是我其实很喜欢的 特别是原来家里有时候有客人7个人的时候 全家特别有小朋友这么分散的坐 7个人都可以很舒服的坐在里面 舒适性能配置都非常好 那当然后来在不断改款之中 那克莱斯2开始用这个8速变速箱 8速变速同时会有一个节能模式的 就是8缸变4缸 一般来讲就是起步的时候还有超车的时候 你会用到8缸你也能听得出声音 当然用一个不太科学的比喻 就是说你一半时间8缸一半时间4缸 所以油耗跟这个V6就是6缸的差不多了 那也就是说确实从这个油耗也能看得出来 现在这个Durango的油耗能达到综合14左右 这么一个V8引擎来讲是很恐怖的 而且加的是普通油 Regular我们叫就是87的在加拿大 那是非常爽的 不像很多新的SUV或者什么 要加那种贵的油 当然这块就不过多讲了 可能细心的同学已经发现了 这个有点看得眼熟 如果从这个角度 唐大叔以前拍过 看下去很凶恶的 很像咱们大气炎诺基的SRT的 没错了 这一款咱们眼前的其实是RT 然后有些黑色标证 它是一个Black Top的一个Group 所以又一次是黑色主题了 首先咱们从这里看 跟SRT一样 除了这个样子很帅之外 它其实是有功能性 大家可能可以看到 那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让引擎工作的时候 温度更好一点 更低一点 同时看上去特别帅 顺便一提 这台车的很多配置和大切诺基 是非常类似的 包括价位也是非常类似的 也顺便再一提 7座SUV价位都挺高的 那前面这个大引擎 那说明这个车有ACC了 Adaptive Cruise Control 就是说这个车有两个功能 最主要 第一的话可以有一定的防撞功能 第二的话 就是你在高速用Cruise Control 公路高速巡航的时候 你它是可以控制速度 当然算160度旁边的就是盲点监控的 那盲点监控 我们可以从这个镜子上的一个小三角可以看到 大家看到这个小三角了吧 镜头这个位置了 所以这台车这些外面都是现在豪华车来讲吧 都是一些比较有点标准了 但是都是很好的功能 另外黑色主题 黑色轮毂 那所有的标志都是黑色的 那写着RT这个级别对吧 不用说了 V8配的双排气管 这个车上已经标配了 非常帅 那另外一个你看这个尾灯 这个尾灯还是有那么点感觉的对吧 这样一圈过来 红色两条白色 挺帅的 挺帅的 上面一个小排风的 然后在上面对吧 可以放行李单车 这个东西现在看是这样子平衡的对吧 它是为了减少风噪什么 那你是可以把它这个部分抽出来 然后把它搭过去 就变成一个架子了 可以放单车滑雪板 任何东西都可以了 那外面绕了很多圈了 咱们往里面看吧 然后一一讲过来吧 首先这就是钥匙了 钥匙没有任何空的地方 因为有的车是没有后尾箱电动的 这是有电动的 这个东西唐大叔讲过了 按两次远程启动 一般唐大叔自己喜欢呢 出门前吧 30秒钟左右就把车暖起来 那不用的时候按一下就关掉了 或者说这个车5分钟 你还没来开这个车 它会帮你关掉省油 另外的话油不多的时候 它是用不了这个功能的 同时这个级别的车呢 肯定Keylai Sentry了 Keylai Sentry呢 手一放这车就打开了 那关车的时候就这样子 也就是说这个钥匙 只要放在身上就可以了 永远不用拿出来 现在唐大叔放身上就可以了 打开车门之后呢 我们来看看 这里面的内饰还有各方面 首先呢 映入眼帘的就是这种红色的缝线 黑色内饰的情况下呢 配一点点红 唐大叔说过很多次 是非常漂亮的组合 包括你看这个Dodge 2 唐大叔刚刚说的 小的RT的这个标志 那同时到了这个级别呢 这个感觉就不是塑料的那种了 那就是皮质的加上缝线 看上去非常高大上的 包括这个方向盘呢 还有扶手的地方 全都是这种材质了 另外这个喇叭呢 没有写 但是它是9个喇叭 奥派的 唐大叔刚刚也听过一下 但是因为版权的关系呢 我可能就不放这个音乐了 那咱们来看一下 唐大叔刚刚说大眼睛的东西 那所有的显示就在这里了 除了你传统的这种按一下 可以车子定速之外呢 那你现在可以定这个车和前车的距离 在这里呢来控制远一点近一点 一般我们都是用三秒法则吧 对吧 1001 1002 1003 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安全距离 可以让车子来控制 再过来呢 这台车呢是配了Pedal Shifter我们叫 那配了8速的这个HEMI V8引擎之后呢 也可以有另外一种驾驶感觉 因为GT嘛是一个大类别的吧 到了这个级别 基本是V8有点性能车的这种感觉 那同时搭配了这个之后呢 它就有了三种的这种驾驶模式给你选了 那第一种呢 默认呢 这个ECOMO就是节能模式打开 V8那么大引擎的动力用不太到 平时呢 特别塞车在城市开 可以就让它默认 那如果稍稍想多点动力呢 开起来更爽一点 把这个ECOMO关掉 节能模式关掉 当然如果你想运动感更强一点呢 按这个运动运动模式 那按了这些之后呢 车子会自己调整 一般来讲运动模式刹车啊 避震啊 就是都会变紧一点方向盘什么 对吧 大家会有些感觉的 那是这样子的 是 那现在唐大叔把车子打开 给大家稍稍看一下 打开的时候呢 踩着刹车 脚踩着刹车 然后按一下这个 车子就打开了 打开之后呢 荧幕是这样子 那这个UK9 唐大叔前两天做过视频了 已经都是升级之后了 你看这个版本就知道了 最主要是多了 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 这个东西非常好的 虽然这台车 Gb已经配了导航 当然有它的好处 因为你有这个导航之后 在没手机信号的时候 至少卫星信号 或者说已经 这个地图 还能大概看看方向 但是一般来讲的话 你插了这些之后 短信地图 电话乱七八糟的 听歌什么的 就非常方便了 那你现在看都是灰色的 可能有点不太明显 那灰色是因为什么呢 这个CarPlay的话 你用的时候就是插线的 当然插线的话 为了满足这一块 现在插线已经多了很多了 那已经有两个位置了 所以一个手机一直插着 当然你用这些时候 手机电池会用很快的 所以插着一边充一边用 那这里面一插进去之后 上面会多了一层东西 有很多App就可以用了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东西 那再来的话 这台车之后有这种WiFi服务了 你可以花钱 还没有具体了解清楚 但是我看了一下 可能是在39加币一个月 大概这样子 另外的话 如果你出去玩临时性的 它也按天和按周来算 所以这里面车载就有WiFi了 这个东西是将来肯定是个大趋势 那现在这个都有了 配合很多东西 它用的也是4G的技术 那大家可以看到4G 那现在就是没有开通的 要付费的 那它会告诉你 如果没开通怎么买各方面 那同时在网上面看 这个倒后镜也是升级过了 那最主要紧急求救 还有一些这些 原来拖车服务 都需要自己打电话 那现在有这个服务的 你就可以去用了 当然这是增值服务 国内也会有这种 那也就是说这个车 豪华车来讲 对吧 你需要人工服务 你就人工服务 你是手机玩的很溜的 那你就可以用 对吧 CarPlay那些东西了 所以这块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 那具体呢唐大叔之前做过一个视频 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UKONET的东西 那再过来往下看呢 就回到一个最最主要 最最主要现在来了 唐大叔刚刚说了 这是一个 all wheel drive的一个车 那平时呢 不止all wheel drive 而且呢 唐大叔之前提供的四驱车呢 如果有这个low gear low range或者叫 就是说有低速四驱 说明这个车的越野能力第一 会更好 第二它有个单独的硬件 也就是说呢 这个车会有很大的扭力 那爬一些胁迫各方面的时候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指标吧 平时是个全驱模式自动的 那你是我们讲的全14驱 因为它是为根据这个车抓低力的情况 把这个动力分别到 分到前面或者后面 最多呢 是50 50这样子 所以呢 顺便一提 这个车呢 在网上一会儿 我看能不能插个图 它有这个 今年会出SRT 也就是搭窃SRT那个级别 所以出了那个之后呢 网上有那个 他们四个轮子Burn Out 就是转轮胎烧轮胎的那个视频 也在演示这个All-Wheel-Drive吧 那说完这几个比较核心东西之后呢 这台车的安全性已经非常好了 跟大气不相上下 至少80个以上的安全东西 而且呢这个Airbag 今年单独拿出来挺漂亮的 也就是说前面有安全带 膝盖有安全带 这个座位椅子旁边有安全带 它非常多安全带 非常安全的一个车 安全性 美国车本身就有优势吧 做的皮筋 这个皮糙肉厚嘛 这是一点 那现在咱们往后面看吧 再来咱们移到第二排来了 这个是唐大叔最喜欢的 家人也最喜欢的东西了 首先这里已经帮你演示了 对吧 帮你打开 那上下车的时候说老实话 SUV嘛对吧 比起MIM1上车肯定是相对麻烦 但是这个设计之后 包括空间 你上下车是非常好上了 那一般的话 你可以扶扶手啊 或者像唐大叔就直接迈进去了 那高度当然比MIM1高一点 但是SUV的高度 也不像木马人改的很高那种 这里还故意做了一个 heavy duty一点的 对吧 尽量踩这里 那稍稍有点防滑的 那这样进来 那如果是没打开的情况下呢 没打开的情况下呢 车子是这样子的 对吧 座位非常的舒服 另外呢 看能不能给大家看清楚这块啊 那大家看到没有 很多车呢 这个椅子不能往后靠的 对吧 中排 现在大家比较一下 一个就是已经靠后了 一个是原来的位置 所以这块呢 非常舒适的 我不记得 但原来好像唐大叔那台 是不能这样子 那如果是 对吧 把这个人要上下车的时候呢 非常容易红色那一根就对了 先按一下旁边那个 它会折起来 再按这个把它 再按红色的 把它提起来就可以了 上到第三排呢也是很爽的 第三排这个位置啊 哎唐大叔给大家感觉一下 啊 它会比第二排稍稍高一点 一般的这个车呢 第一排可能最低 第二排稍高 差不多吧 稍高一点点 这样第三排最高 就跟咱们那个体育馆一样 这样的话每个人都看 看得比较舒服对吧 那头顶高度呢 不会超级高 我估计要是一米八 一米九以上 坐第三排肯定困难了 所以唐大叔之前提过一下 就是我们全家人的时候 你要把大人小孩分开来 合理的做呢 虽然是个SUV三排的 位置是非常舒服的 出去玩什么挺好的 那再来呢 咱们就看看后尾箱吧 唐大叔刚刚说了 这有电动的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按一下下面 它就会打开了 那因为三排SUV呢 在座就跟miniman一样长了 所以最后一排的这个空间呢 大家看一下啊 那不会超级超级多 如果你有需要的时候呢 就像右边的椅子一样 把它放倒 那放倒的时候呢 不好意思这个新车啊 这里这里有个东西 一弄它就倒了对吧 那再一拉呢 它就倒下去 现在大家再重新看呢 已经比正常的 包括大气还有一般SUV 空间大很多了 也就是我们说对吧 假如说小四口之家出去玩啊 这后面放一大堆行李 呃绝对比一般的都多了 呃包括miniwine 对吧 miniwine有的第三排是放不倒的嘛 那这样的话空间绝对够了 或者说只是弄成五座的 那你自己灵活就可以了 这块对吧 那再来呢 你看这块呢 备胎就不放在这儿了 这里给咱们的很多呢 实用的空间 实用的空间呢 呃其实这是一个蛮大的 蛮大一块地方 可以放任何东西 呃平时在城里开呢 你就可以放一些 就是值钱物品 这样的话 别人看不到也不会通你东西 那备胎呢 就放在这个下面了 啊脱钩组呢藏在这里 所以非常好的设计都是 所以这个车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当然这个车前面给你这个性能的感觉 那接下来会有srt的级别 也就是大窃那个呃这个6.4大V8 这个是5.7小V8 那配合起来呢就有另外的驾驶感觉了 啊 所以呢就给大家很多选择 好的 如果还没订阅唐大叔频道呢 记得赶快订阅了 如果喜欢这个视频呢 记得给唐大叔点赞 那如果不喜欢这个视频呢 不要给我差评了 在留言区留言 大家互动就可以了 好不好 啊如果有朋友喜欢七座SUV呢 或者关注这个克莱斯的产品呢 可以跟他分享这个视频 当然如果你住在加拿大温哥华呢 可以来找唐大叔 买吉普买皮卡 或者Durango来支持一下业务 广告的话就这么多了 非常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是白石木耳唐大叔 我们下次再见吧 拜拜